-Foul Tarnished -In Search of the Elden Ring -Emboldened by the Flame of Anish 大家安安 我是安生 在某一集Podcast影片 我曾經和同樣有教育背景的朋友聊過一集主題 就是遊戲到底教會了我們哪些事 有興趣的話連結在下方 這集討論的其中一個點就是在講 從遊戲裡學習為什麼會帶給我們快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我們買了一個遊戲回家 其實就是買了一個問題回家 不把阿爾宙斯買回家 你就不需要收集洗脆地區的寶可夢圖鑑 不把茶杯頭買回家 兩兄弟就不會跑去賭場欠債 不把密特羅德買回家 也就不會被Amy追著打 電子遊戲之所以讓我們愛不釋手 有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在於掌握還有了解 解決謎團的行為本身就會讓我們產生快樂 而宮崎鑰的遊戲也是近年來 也少數能讓我感覺到我真正學到東西的作品 那為什麼學校教的死被印記的東西 大部分學生一點興趣都沒有 艾爾登法環卻可以讓玩家近的去出不來 甚至打破同溫層不到三週就破千萬銷售呢 有很大原因我想跟法環世界營造出來 讓玩家自由探索的冒險感有關 那我們就進入遊戲 看看宮崎英高到底對我們做了什麼 在遊戲設計的有趣理論中作者提過 有趣這件事來自於擁有豐富解釋性 就是讓我們的大腦感覺良好 從而釋放腦內飛到我們的系統中 這個擁有豐富解釋性在某種程度來說 應該可以解讀為讓玩家感覺有很多選擇 而這也就是我認為冒險感的其中一個元素 在艾爾登法環裡有兩大具體的設計 我覺得是這遊戲對冒險感加分很多的原因 第一個是UI User Interface 也就是使用者界面 在遊戲裡通常指的就是選單 或是顯示協調 子彈數量等資訊用的欄位 舉個例好了 絕命一次元就是我第一個能想到的絕佳豪例子 幾乎把玩家該知道的資訊很合理的都藏在角色身上 你可以完全融入遊戲呈現的恐怖氛圍裡面 不會因為角落寫了你還有多少血多少發子彈 而好像時時刻刻在提醒你 你現在就只是在玩遊戲 或是在POR的影片裡我也提過 這個遊戲從片頭動畫UI到角色造型 全部都渾然一體 每一次在選單找東西都是一種享受 回到Elden Ring 首先一進入遊戲就給你一個幾乎完全的開放世界 這可不是在說開放世界這個遊戲的定義 而是在說這個遊戲真的幾乎沒有限制你要往哪走 該走多遠 提示之弱 在很多沒有接觸過系列作品的玩家眼中 或許都可以用匪夷所思來形容了 遊戲大部分的時候 UI都只有顯示個東南西北 沒了 對 就沒了 只有觸發戰鬥的時候才會出現比較類似傳統 魂系列GAL的HP FP 雙手的武器和裝備等等 大多數在探索的時候 From Software希望的大概就是玩家可以專注在眼前的景色 無論是平原上的一草一木 還是堡壘裡的一兵一足 只要不跟敵人開打 就讓你能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擺在環境的觀察 更接近玩家在現實世界的感受 舉個反例 刺客教條裡 正上方雖然乍看跟法環差不多是指南針 但就安插了一堆問號隨時搶走玩家的注意力 左上角也很明確告訴你現在要去哪要幹嘛 甚至有些時候直接畫出一條線 生怕你找不到方向 不久前才有三位大遊戲公司的員工 在討論法環沒有任務列表給玩家的體驗太差了 於是就有玩家做了一張圖放在Twitter上 如果使用育碧的做法 最後法環就會變成這樣 我當時玩RDR2感覺很痛苦也是這個原因 甚至偏離他規定好的路線任務還會失敗 為什麼這些東西這麼干擾冒險感 舉個現實世界的例子 平常你去爬山的時候也不會看到朋友頭上有一條槓 告訴你他還有多少體力還能走幾公里 即使有規劃好的登山路線也只是個路牌 或是低頭看真正我們在走的路 而不是有人拉好兩條紅線規定你只能走在這兩條線內吧 第二個我覺得對於冒險感幫助很大的東西就是地圖 說真的剛開始聽說這是法環有地圖的時候 我還有點擔憂會不會淪為那種普通的開放世界遊戲 前面提過這個遊戲幾乎沒有告訴你該去哪該幹嘛 結束教學關卡之後真正進入這個遊戲 你看到的就是個亮亮的小篝火 上面告訴你指出退色者該前進的方向 但打開地圖你會看到就只有這麼一小條光芒軌跡 具體確切要去哪不知道 該往那個方向走多遠不知道 就像在台北車站告訴一個外國人 他要找的目的地就是往前走看到7-11 然後左轉看到一個全家再右轉一樣的抽象 雖然我個人在法環遊戲初期 其實常常根本就忘記這個遊戲是有地圖的 畢竟以前魂系列的地圖都是在玩家的腦海中的 這邊順便提見我印象超深刻的事情 當年我玩了一下第一代黑暗禮魂之後 朋友問我玩到哪裡 我回答他說就是有個地方右轉 然後右邊會有三個木桶 後面會有個王八蛋衝出來捅你 他居然知道我在說哪裡 可見這次遊戲給的地圖一定是對玩家稍微佛心了 但雖然有地圖卻真的就只是個地圖 這個地圖的功能和你用印表機印出來的物理直直地圖沒有什麼兩樣 並沒有其他開放世界遊戲那樣幫你標個這裡是武器墊啊 這裡有個問號是支線等你去做啊 這邊是否已經探索完成啊 法環裡面你能做的事情就只有打開 盯上土地 沒了 看到一個地方疑似有城鎮 但往這個方向走過去就真的能到嗎? 不一定 有可能靠近了發現是斷台 也有可能過去了發現被鎖住 就像你光看空照圖 乍看是看不出信義路居然是一條單行道一樣 愛爾登法環的地圖整個讓我回到了小時候爸爸媽媽拿著紙本地圖 開著車走高速公路出去玩的時光 我很佩服他們到底是怎麼能看著紙本地圖帶有到根本就沒去過的彰化表弟老家 或許正是這種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冒險感 才會讓這段記憶在我印象中留下非常深刻的痕跡 無論你住在信義路還是彰化表弟家 胡子哥鹽犬上面提供了各種精選美食和生活用品 從五月花衛生紙到阿成鵝肉的鵝香辣椒醬 或是我覺得超級好吃的和牛油乾拌麵到口罩防護衣 很多商品不但已經是網路最便宜 而且只要滿99元常溫商品就免費送到你家 輸入折扣碼Anson再想95折優惠 相信請看下方簡介 總之這個遊戲就是回到最原始 讓你從如何看地圖都要從零開始學起 綜合上述提到盡量不干擾玩家的UI 以及相對其他遊戲非常弱的引導 就塑造出了一種這個遊戲選擇很多很有趣的感覺 再補充我覺得一個跟冒險感可能有很大關係的心理學實驗 1953年James Oz還有Peter Milner 在盒子裡放了一隻老鼠和一個拉桿 只要老鼠撥動拉桿就會刺激大腦的某個部位 結果出乎意料造成了老鼠廢情況時矛起來去撥拉桿 後來才發現James那時候是一個菜椒阿 不小心把電擊放到了一個叫做伊核的部位 這個部位會激起的是慾望而不是滿足 簡單說正常情況下你很餓 吃了核牛感受到飽還有滿足 再給你第三盤核牛 你得到的滿足是越來越少的 甚至多到一個程度是會開始反感的 因為滿足的邊際效應遞減的很快 但如果只激起你想要吃核牛的慾望 身體卻沒有傳訊息給伊核說已經滿足了 那就會像老鼠一樣瘋狂陷入爆吃的情形 套用在遊戲裡或許就是讓玩家一直有想要知道 那桌山有什麼 那個墓穴有什麼 實際上有什麼可能已經根本就不重要了 因為在你被滿足之前就已經出現下一個你想要打贏的敵人 下一個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或是下一個你有興趣的場景 想要去探索的感覺大於完成目標的滿足 白話舉個例好了 譬如說歷史課上如果老師告訴你 白居翼看花飛花觀物飛霧 其次非文針在作怪 這樣引起你想知道真的假的為什麼會是非文針 就比告訴你因為考試會考所以你需要讀 你想要知道為什麼就比你因為考試會考這個目的 而能激起更強大的興趣 而且這次的地圖雖然我不確定是否有比 曠野之習或是其他開放世界更大 但整個世界給我的感覺就有一種 黑暗靈魂地圖的巧妙設計放大好幾倍 再加上加入跳這個元素 讓地圖不只是大而且密度更高的感覺 並沒有因為地圖大了就稀釋掉地圖的巧妙設計 這個遊戲在各種懸崖邊都藏了不少東西 玩到最後真的會神經兮兮 一直在邊邊轉視角 而實際在地圖上闖蕩 要嘛就是發現一小坨怪聚集在一起 要嘛就是發現一個可以探索的地下墓穴 要嘛也有可能是走著走著就開始打魔王了 整個遊戲鼓勵你的不是傳統遊戲那種 告訴你某座山上有一把劍 去哪了你就會變強這個墓地 而是穿過一座山一條河一座橋 都會發現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 等著你去探索去發現 這個讓你主動想要冒險的過程 所以像我就會覺得即使是騎著馬 在荒野到處顯晃也都樂趣十足 前面講的大多都是野外顯晃 現在來說說進入戰鬥之後 遊戲中魔王或是小怪出現的血條作用 也並不算太大 雖然說確實攻擊按下去打到了 會出現每一次攻擊傷害多少 但這整個遊戲裡的武器或是打出來的傷害 都是類似礦野知識那樣 只是告訴你某兩個或多個武器之間 相對誰強一點誰弱一點 實際拿到了武器上陣出現的數字 也只是感覺告訴了你 你拿這把打得更痛 這招好像不太行 並不像某些遊戲大佬有人幫你把怪圈起來 一看就知道 哦紅色代表我現在找他還太弱了 哦黃色代表我要先去找一把黃色的武器 或是有些遊戲直接告訴了你每秒能有多少傷害 魂系列一直鼓勵你的 反而是隨便你拿什麼武器都好 反正你用手了就沒什麼不可以 從角色升級的影響明顯比其他遊戲弱很多 就算再次印證了這件事 畢竟你看那些Speed Run的高手 多半也都是順路升個幾集 意思意思 你要他們拿個最用功的武器 不升級打通遊戲 通常也不會難度真的提升多少 畢竟真正變強的肯定是玩家本身 幅度超越了螢幕裡面的角色 既然提到戰鬥 那我順便再提一下 攻擊英高的所有遊戲 我都是拿了白金還覺得玩不夠的 這次戰鬥系統 我感覺製作團隊是有刻意跟老玩家開個玩笑 有非常多魔王都是手舉起來之後 延遲個一兩秒 甚至更久才會真正拍下去打你 感覺就好像在跟老玩家說 不要以為滾一次不能解決的問題就滾兩次 我就算好了你會滾兩次 剛好巴你的頭 不確定是不是只有我有這種感覺 如果你也有的話歡迎留言告訴我 另外這次加入了骨灰系統 不像以前只有某些魔王可以召喚特定的NPC 而且還有可能錯過之前就只能靠自己 或是連線找玩家幫忙 這次的骨灰系統不但可以隨時叫出來 而且還能把特別順手的抓去強化 我自己體感在大部分的魔王戰裡面 無論原本多困難 只要有個肉盾可以幫你吸引注意力 其實困難度大概都是打得對折左右 再搭配某些戰技加上去 幾乎就是只要閃個幾下活下來 就能快速解決魔王 而這套系統也只是基於 原本的黑暗靈魂戰鬥系統額外加上去的 我身邊也有老玩家試過一兩次之後 堅持不召喚骨灰來幫忙 拿著近戰武器 用這種大概可以用old fashion來形容的戰鬥方式 打完整個遊戲 而且我感覺這次大部分的魔王戰 死掉之後會重生的篝火或是雕像都很近 也就是死掉的風險和損失相對降低了 就像礦野之息 死掉也只是損失一點點星星 馬上就在旁邊復活一樣 更有助於大部分的玩家勇於嘗試 這個武器不行那就換一把 這個戰灰一下就領便當那就換一隻 同樣是在遊戲設計的有趣理論提到過 有趣與在特定狀況下的學習有關 這種狀況的最終結果不會給你任何實質壓力 也再次印證了前面我提到 因為考試而讀書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的舉例 傳統的魂系列有點像是把這個學習的歷程拉長了一點 法環就是降低了這個門檻 讓更多已經被其他遊戲荼毒過的玩家 在遊戲直接練清單告訴你怎麼做 還有死100次自己摸索怎麼做 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卻讓老玩家可以選擇 不依賴這些官方提供的作弊方式 用老方法一樣完成遊戲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法環可以這麼打破同溫層的關係 雖然說根據我自己的觀察 以前很多沒有玩過魂系列的玩家 更熱衷於什麼一分鐘刷5萬盧恩 先把等級衝高之類的 但這大概也是設計團的預料之中的事情 提供了一部分就是愛刷愛重複機械性工作 愛看著數字提升就能得到回饋的玩家一種遊玩方式 甚至我覺得他們在地圖地形設計上面 也經常刻意留了一些官方的作弊點 像是我第一次遇到會心紅腐敗的黃金樹化身 原本暫時打不過我就想直接繞走 沒想到走走走走 看到一個懸崖跳下去剛好有一個Y字形的樹幹 就這麼巧剛好右手舉起來放魔法 我的魔法能打到他 他的炫砲攻擊卻碰不到我 在發現這個怪方法的同時 就讓我有一種自己好像很聰明的錯覺 我看過一篇文章說 遊戲設計師需要成為一個好老師 遊戲的機制和表現是跟學生溝通的橋樑 遊戲的目的不是展現老師有多厲害 而是讓學生感覺自己很厲害 上面提到我找到奇怪樹幹 來打贏黃金樹化身的過程就是這個道理 遊戲上次三週以來 我一直有一種Elden Ring就是iPhone的感覺 只擁有iPhone的人在我心裡的定義 並不是一個Apple user 擁有Mac也就是蘋果電腦的人才是 因為蘋果賣的從來不只是一台iPhone 我個人認為他們最大的核心就是在於販售體驗 光是在Mac按下複製接著拿起iPhone就能貼上 這種Adress Work的方便就是我說的販售體驗 同樣講回法環的話 我也有一種不用骨灰來玩才是真正魂系列該有的體驗 但我不得不承認一下 為了早點拿到白金數字好看一點 為了早點分享這個影片的內容 這次遊戲玩到中後段 我確實還是有叫骨灰幫忙出來談 畢竟這種能有其他解決方法的感覺真的很爽 我一定會再用最原始的戰鬥方法來玩一次這個遊戲 同時也還是很鼓勵 如果是首次入坑的玩家 可以回頭去玩玩看黑暗靈魂系列 或是我最愛甚至影響我人生的血緣詛咒 有PSVR的話 宮崎英高也做過一款VR遊戲 獅根 在時數不常的故事裡面講了一個很英高的故事 也非常值得體驗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入坑 也非常歡迎聽聽看我和朋友分享的 如何入坑魂系列Podcast節目 我們也做過兩集法環裡的裝備 是基於哪些歷史上實際出現過的盔甲設計的 也邀請了我身邊第一個玩玩法環的朋友熊仔信寬 分享了一下兩個人相同相異的遊玩過程 玩過看過不要錯過都快要改名成玩過死過不要錯過了 總之這次法環的成功有一種喜歡的東西 終於被大家認可的欣慰之感 心裡有一種看吧我早就跟你說過混很好玩吧的感覺 對於所有玩家我認為都是有積極影響的 畢竟五年前的曠野之習 可以說是往那些認為開放世界是獨流 開放世界就是西式遊戲內容的玩家和遊戲公司 send了一下左臉的觸配 法環的成功則往他們的右臉 又再send了第二下觸配 再一次把開放世界這塊遮羞布掀開了 告訴他們只要能確保遊戲品質 世界要做多大就做多大 這是我最推薦給所有人的一款混遊戲 畢竟這種充滿選擇的冒險的感覺 實在是大幅降低了入坑的門檻 這次我身邊打出同溫層的程度 和五年前曠野之習那時候差不多 當時身邊也是一大堆沒有在玩遊戲的朋友 直接就刷了一台switch 不過曠野之習可是花了20個月銷售才突破前晚 Lilden Ring從惡魔靈魂算起來 也算是十年魔一劍 宮崎英高從小眾的神壇 正式走向了主流寶座 這次搭配權力遊戲的作者 喬治·阿爾瑪丁一起鑽學出來 既黑暗卻又唯美的幻翔世界 被更多人看到 在我心裡真的是只能用 心味兩個字來形容 我相信玩過Lilden Ring和曠野之習的人 應該看到這裡也會發現 內容講到很多點 其實套用在曠野之習也都說得通 今年除了Lilden Ring以外 我最期待的遊戲 也就是曠野之習的續作了 沒錯 這是曠野之習後 第一個又給我如此冒險感十足的遊戲 如果你沒玩過曠野之習 或是這次的愛爾登法環 那我都強烈推薦這兩個遊戲 可以帶給你一個前所未有展開冒險的機會 而且玩完之後你會發現 最感動的不是你全破了一個遊戲 或是拿了一個白金獎盃 因為冒險的不是林克也不是退色者 而是坐在螢幕前面拿著手把的你 跌倒閃耍 太方向你 不開心 我自己很aling 看你 咱們 放在